欢迎回来下面继续学习第十三章第六节套期跨界 今天我们讲述的是本节里边的第三个指点套期关系评估 套期关系评估从考制料来说是可以构建客观题 我们先说一下运用套期跨界的条件 那如果是同时满足的以下三个条件 是可以的运用套期跨界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套期关系 那么它是由套期供给和被套期项目来进行组成的 当然这里边需要注意它的表述 仅包括了套期供给和被套期项目 而且这个套期供给和被套期项目 一定要就是符合条件的 关于符合条件的套期供给和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 我们在山脚的想过了 我们再看第二个条件 那么在套期开始时 企业是正式指定套期供给和被套期项目 而且为此还是准备了书面文件 那么需要同时满足的三个条件里边 第三个条件是最为重要的 那就是套期关系一定是符合套期有效性的要求 那么这个条件我们要求需要在学习本质点的时候 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上面我们就学一下套期有效性 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套期有效性 所以套期有效性指的是套期工具的供应价值变动 或者是现金流量变动 预期能够抵消被套期项目的供应价值变动 或者是现金流量变动的程度 这个是我们讲的套期有效性 那如果说套期工具的供应价值变动 或者是现金流量变动 它是大于或者是小于被套期项目的供应价值变动 或者是现金流量变动 那么大于的部分或者是小于的部分 我们把它称之为套期无效部分 这里边需要注意 不管是大于的部分还是小于的部分 都属于套期无效 这是关于套期有效性的概念 我们再试一下套期有效性的要求具体内容是什么 如果是同时满足下来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需要注意的一共是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第一个条件 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一定要存在经济关系 那什么叫存在经济关系 简单来说就是要能够实现风险对冲 就是说这个经济关系使得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价值 因为面临相同的被套期风险 而发生方向相反的这么一个变动 简单来说就价值怎么样相反 你只有价值相反才能实现风险对冲的 这是关于经济关系的一种理解 这是第一个条件 套期工具被套期项目一定要存在经济关系 那如果不存在经济关系 那就是套期无效 那如果套期无效的话 你就不能再运用什么套期款机 所以先把套期款机用了三个条件 给他记住了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三个条件 你不满足套期有效性的要求 你就不能再使用套期款机进行相反的款机处理 我们再看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吸用风险的影响是不占主导地位 就是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 经济关系产生的价值变动 吸用风险的影响不占主导地位 如果占主导地位是无法实现风险对冲的 我们再看第三个条件 就是关于套期关系的套期比例 应当是等于被套期项目的数量 与套期工具的实际数量 这是关于套期有效性 如果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称之为套期有效 如果三个条件 只要没满足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 那就是套期无效 那如果是套期无效的情况下 就是刚才我们讲 你就不能再运用套期关系 但后面还会写比较特殊的情况 那么套期关系的套期比例 被应当反映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 相对权重的一种失衡 因为这种失衡会导致套期无效 这句话了解即可 那么还有两种禁止行为 也是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不得为 避免确认了现金两套期无效的部分 而改变了现金两套期比例 因为只要是无效的部分 是就有当机损益的 你为了避免这个 确认无效的部分 你改变现金两套期比例 按照准则的规定是不允许的 也不得为创造更多的 被套期项目供应价值的调整 而改变了供应价值套期的比例 上述两种行为 都是不符合套期矿季的目标 属于禁止行为 那考试的时候呢 注意选择其的选项即可 对于套期关系的有效 按照准则的规定呢 是需要进行持续评估的 也就是说从套期开始日 包括了以后期间 是需要呢 进行持续的评估 那么在什么时点来进行评估 比如说在资产负贷表日 或者是呢 相关情形发生重大变化 影响套期有效 影响套期有效性要求时 那你至少在这两个时点上 要对套期关系呢 进行持续的评估 我们再试一下套期关系再评合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套期矿季 还有呢运用套期跨界的条件 先了解一下 什么叫套期关系再平衡 所谓套期关系再平衡 指的是对已经存在的 套期关系中 被套期项目 或者是套期工具的数量 我们来进行调整 这里边呢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调整是数量 调整谁的数量呢 我可能是调整 被套期项目的数量 我也可能是调整了 套期工具的数量 换句话来说 套期关系再平衡 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两种方法 或者是调整套期工具的数量 或者是调整了 被套期项目的数量 比如说被套期项目的数量 可能多了 那我就调整了 比如说调整被套期项目的数量 那比如说套期工具的数量多了 那我有可能是调整 套期工具的数量 总的来说 就是调整了 调整数量 或者套期工具的数量 或者是被套期项目的数量 当然我这个调整的最终目的是 最终的目的是 套期比例重新符合套期有效性的要求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了 套期有效性 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其中第三个条件 就是套期比例 当然在不是任何情况下 你都可以对套期关系 进行再平衡的 有些情况下 如果不平衡了 就直接进入到了下个节目 就是套期关系终止了 所以使用套期关系再平衡 一定要具有套的前例条件 那么这两条件 你必须要同时满足 首先 不符合套期有效性 要求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套期比例的原因 而导致套期不再有效 还需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也就是企业的风险管理目标 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因为套期是属于 风险管理活动 是要反映企业的 风险管理目标的 那如果企业的风险管理目标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结论是终止套期关系 但是现在是风险管理目标 没有改变 仅仅是因为套期比例 导致套期关系 或者是不再符合套期有效性的要求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准则规定了 应当进行再平衡 换句话来说 是先补救 那如果说确实补救不了了 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套期关系的终止 所以如果这两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 快递实际上是没有给企业一个选择权 结论是应当再平衡 不是可以再平衡 当然基于其他目的 基于其他目的 比如说对被套期项目 或者套期工具所指定的 数量进行变动 这个是不构成的套期关系的再平衡 所以概念要求是要掌握 特别是这个使用的 就再平衡的一个前提条件 我们再说一下 企业在套期关系再平衡时 相关的处理 这一部分也是做了解的那种 比如说首先需要确认 这个无效的部分 而且还需要更新 在套期剩余期间内 预期将影响套期关系 套期无效部分产生原因的分析 而且还需要更新相关的文件 这一部分做了解就可以了 还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重点 套期关系再平衡 那么它的前提条件 结合概念还经掌握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这是套期关系再平衡的这么一个例子 被套期项目的是铜矿采购合同 那就是说未来的我们需要采购的 250吨铜铜铜矿 当然是假设上这个提电的比率是1比0.8 所以250吨铜铜铭提电比1比0.8 250x0.8应该是200吨 所以这个套期工具就是200吨的同期货合约 也是200吨是套期关系算平衡 当然如果说铜矿的提炼技术提高了 一堆它的提起比例只要是0.9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因为 刚才我们讲的套期比例的原因 而导致套期不再有效 但是如果风险管理目标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我们不是终止套期关系 我们应当先进行暂平衡 那么暂平衡的方法刚才已经说了 你或者是调整套期工具的 你或者是调整被套期项目 那比如说我们减少被套期项目的数量 或者是我增加套期工具的数量都可以 那如果说铜矿的质量如果不高的情况下 有可能提炼比例的还会下降 而这个也是因为套期比例而导致的 所在满足套期有效 当然按照准则的规定 如果说企业风险管理目标没有发生变化 你仍然是先进行暂平衡 暂平衡的概念我们刚才讲过 你或者是调整套期工具的数量 你或者是调整的被套期项目的数量 使之达到平衡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套期关系暂平衡 概念应用条件必须掌握 那么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套期有效性评价 因为套期的有效性 我们需要进行持续的来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的结果 我们再决定到底是终止套期关系 还是套期关系的再平衡 当然在进行持续评估过程中 对于套期无效的部分 我们肯定是直接的给它寄入到当机损益的 那么在进行持续评估过程中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套期关系的风险管理目标 是否发生了变化 这个套期是要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目标的 那如果说风险管理目标 它发生了变化 那就直接走到最后一步了 那就是终止套期关系 那在持续评估过程中 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下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 它们之间是否还存在经济关系 也就是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价值 是否是方向相反 那如果是否的情况下 或者说它不存在经济关系了 那就直接走到最后一步了 套期关系终止 当然在持续评估的过程中 还是要关注一下 信用风险呢 它是否占主导地位 那如果信用风险是占主导地位 依然是走到最后一步 套期关系终止 当然我们在持续评估中 发现不满足套期有效性的那三个条件 但是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套期比率的失衡 如果是因为套期比率原因 而导致不再满足套期有效性 并不是一步走到终止 按照准则的规定 是应当进行再平衡 经过平衡之后 那如果仍然满足呢 有效性 我们还是要运用了套期关系 如果经过再平衡之后 不再满足有效性的要求 那就直接走到了最后一步 那就是套期关系终止 这个是我们讲的 关于套期有效性的一个持续评估 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 来选择到底是再平衡 还是终止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套期关系终止 那么按照准则的规定 我们看一下呢 第一项要求 企业不得撤销指定并终止 一项继续满足套期风险管理目标 并在平衡之后呢 继续符合套期关系条件的套期关系 这一点呢 意思就是说和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 如果是因为套期比率的原因 而导致套期有效性 不再满足相关的要求 我们如果风险管理目标没有发生变化的话 依然是先平衡 然后再决定的是否终止 那么这一点呢 实际上在第24号准则套期会计 应用指南也有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说 如果企业一旦正式指定套期关系 并选择应用套期关系的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 在特殊情况下 你是可以终止应用套期关系 那否则你是不得自行终止 应用套期会计的 你像刚才我们讲的 虽然不满足有些要求 但是呢 如果经过再平衡 而且风险管理目标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继续再平衡 而不是的 撤销指定并终止 好我们再看第二项要求 如果套期关系不再满足 套期风险管理目标 如果不再满足 风险管理目标的情况下 结论是应当终止套期关系 或者是在平衡之后 不再符合套期会计条件的 结论也是终止套期关系 我们再看第三项要求 当只有部分套期关系 不再满足运用套期会计的标准时 仅仅是部分不满足 意思就是说还有另外一部分 它是满足运用套期关系条件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不满足的我就终止 满足的我就继续适用套期关系 所以第三点应该很容易理解 但是第二点和第一点就非常重要 讲的第二项规定 两种情形下结论都是必须终止 那么企业发生下来 其因之一的应当终止运用套期关系 第一项风险管理目标发生变化 就像刚才我们所讲述的 风险管理目标发生变化 终止 再比如说套期工具已经到期 被出售合同终止或者是已行使 也是应当要终止的运用套期关系 那么第三种情形是 不再存在经济关系 或者是吸引风险的影响 开始占主导地位 以后这两种情形结论都是 应当终止运用的套期关系 第一点结合一下我们前面所讲述的 运用套期关系的条件 套期有效性需要同时满足的条件 来掌握一下到底实在平衡 还是终止运用套期关系 那么第四条是兜底条款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 好 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本节的第四个支点 确认和计量 来说随到具体的业务处理 当然这个业务处理 必须要结合一下 我们本节的第一个支点 就是关于运用套期快级 那么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先说一下供允价值套期 供允价值套期 如果满足运用套期快级方法条件的 我们是按照下来规定来进行处理 我们先说一下套期工具 怎么进行处理 我们现在讲的是供允价值套期 要理解什么叫供允价值套期 供允价值套期 实际上它的背后的原理是 我们是改变了 这个被套期项目的计量暑期 对于套期工具所产生的利得损失 我们是进入当期损益的 套期工具它是属于衍生工具 所以供允价值变种这一部分 当然是要进入到当期损益的 当然特殊情况下 我们是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结合一下我们前面刚说过 供允价值套期 那么对企业的影响 一个是影响企业损益 还有可能影响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的 所以套期工具所产生的利得损失 如果是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它的被套期项目一定是什么 非交易线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再说一下供允价值套期 被套期项目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刚才已经说了 供允价值套期 那么它的背后的原理是 改变被套期项目的计量属性 如果这个被套期项目的是 以确认资产或负债 就是资产负债表上 已经有的资产 已经有的负债 那么因为被套期风险敞口 形成了利得损失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要进入当期损益 那么同时还需要调整 为供应价值计量的 以确认被套期项目的上面价值 一方面进入当期损益 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调整 被套期项目的账面价值 那么针对非内委 以供应价值计量 请其变动进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如果这个被套期项目 是这一类资产 这一个变动的 也是进入到当期损益的 但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 其账面价值是不需要调整的 为什么不需要调整 这里边给出一个理由 因为它已经按照 供应价值来进行计量了 以供应价值计量 请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这个利得损失 就不是进入到当期损益 我们是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和我们刚才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么其账面价值 也是不需要进行调整的 也就是说它已经是按照 供应价值来进行计量了 不需要进行调整 那么针对上位确认的确定程度 供应价值套期 它的被套期项目 包括以确认资产 以确认负债 那么还包括了上位确认的确定程度 那么因为被套期风险敞口形成利得损失 那么在套期关系指定之后 因为被套期风险引起的供应价值变动的累计额 我们是先确认为一项资产或者是负债 相关的利得或者是损失 我们是进入到了各期间的损益里面去 当履行确定承诺 而取得资产或者承担负债时 我们需要调整该资产或负债的 初始确认金额 这是针对供应价值套期 如果被套期项目是稍微确认的确定承诺 而这个风险敞口形成的利得损失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那么跨越准则的规定 在客厦必要花时间给它备下 上面举个例子 来说一下关于供应价值套期 相关的账户处理 这是我们第13章的第31个例题 2017年的1月1日价公司 未规避所持有同存货 所持有的同存货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已确认的资产 为了规避所持有同存货 供应价值变动风险 与某金融机构是签订了一项 同期货合同 并将其指定为对阿某17年 前两个月同存货的商品价格变化 引起了供应价值变动风险来进行套期 这里边已经指出了 它是针对供应价值变动风险所进行套期 所以是在进行分类的时候 应当给它分类为供应价值套期 同期货合同的标的资产 与被套期项目同存货 在数量至次价格变动和产力方面是相同的 而且在本地中还假设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因为桶价变动引起的供应价值变动是一致的 而且不考虑的期货市场中 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的影响 阿某17年的1月1号 同期货合同的供应价值都是0 被套期项目就是企业持有的同存货 账面价值是100万 成本也是100万 供应价值是110万 阿某17年的1月31日 同期货合同的供应价值是上涨了2万5千元 同存货的供应价值是下降了2万5千元 这个就我们前面所讲的存在经济关系 就是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价值 它是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 阿某17年的2月28日 同期货合同的供应价值是下降了1万5千 同存货的供应价值是上升了1万5千 上升下降 金额是方向相反 金额相等 而没有无效的部分 当日假公司将同存货 是以109万的价格的出售 并将同期货合同来进结算 那首先呢是判断分析 是否适用的 就是它满足不满足的套期的有效性 那么假公司通过分析发现 同存货和这个套期工具 也就是同期货合同 一存在的经济关系 二信用风险是不占的主导地位 第三 套期比例呢 它也反映了套期的实际数量 所以的结论是套期 它是符合套期有效性的要求 那么这一题如果是作为考试里面的主观题 那么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 二要求我们要做出一个判断说明 判断说明之后呢 才要求我们编制什么会计程度 所以教材这个例题 这一段话呢是非常重要的 结合一下呢 我们前面讲的关于套期预算 需要同时满足到三个条件 那么假定呢不考虑 终止税还有等其他因素 我们看一下假公司相关的会计处理 金额呢我们是以原来作为单位 二某一新年的1月1号 被指定为套期工具的 同期货合同的勾引价值呢 为零 这是以致条件 所以 套期工具 二某一新年1月1号 我们是不进行的账户处理的 然后指定同存货为被套期项目 背后的原理呢要搞清楚 勾引价值套期 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说是改变了被套期项目的计量属性 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 我们需要把扩存商品的金额呢 要给它转到呢 被套期项目里边去 当然是按照账面价值来进行截断 当然成本和账面价值呢 都是一百万 就是作为一只强劫 作为被套期项目之后 实际上它的计量属性 就是以公允价值来进行计量 二某七年的1月31日 然后我们是确认 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 资料里边呢 实际上都告诉了 也就是在二某七年的1月31日 同期货合同的供应价值 是上涨了两岸五千 被套期项目 同存货的供应价值 是下降了两岸五千 我们是确认套期工具的 供应价值变动 借记套期工具 代记套期损益 然后确认被套期项目的 供应价值变动 因为它是下降了 那就代记的被套期项目 借记的套期损益 就刚才我们所提到了 这一笔实际上已经改变了 被套期项目的计量属性 做完这一笔之后 被套期项目 它就不再了 以成本进行计量了 就是以供应价值的 来进行计量 所以供应价值的变动 被套期项目的 需要进行处理的 当然这里面 我们也能看到 供应价值变动的方向 怎么样 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这个套期关系 接下来 此项是自动冲底 二某一新年的 十二月 二某一新年的 二月二十八日 确认套期工具的 供应价值变动 根据所给的想法 二某一新年的 二月二十八日 套期工具 同期货合约 供应价值下降 同层货的供应价值 是上升的 所以二某一新年的 二月二十八日 我们是借记套期损益 下降了 代记套期工具 当然被套期项目的 供应价值是上升了 然后借记被套期项目 代记套期损益 当然也是金额相等 方向相反 没有无效的部分 那如果说有无效的部分 无效的部分 我们就给它进入到了 供应价值变成损益 教材取的这个例题 都是有效的部分 没有无效的部分 然后我们再确认 同存货的效收入 那么借记应收账款 或者是银行存款 代记主要有收入 这个就是资料里边的 也有说在二某一新年的 二月二十八日 这家公司将同存货 以109万的价格出售了 而且把这个同期货合同 进行了结算 所以是借记应收账款 或者是银行存款代记 主任业务收入 当然要追求成本 收入成本配比原则 你确认收入就要结断成本 所以把这个被套期项目的余额 给它转到的主任业务成本 那就是99万元 因为在第一笔的时候 被套期项目 它是一百万 二某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那么它的价格呢 实际上是下降了两万五千 又减弃了两万五千 这里边又上升了一万五千 那个再加上了一万五千 整个来说呢 实际上是下降了一万元 所以一百万减弃一万元 那是99万 然后转到的主任业务成本 然后呢又结算了同期货合同 然后就借记了银行存款 代记了套期工具 当然有同时说 那套期存意义呢 套期存意义实际上 在做供应价值变动的时候呢 实际上借贷都已经充击掉了 由于假公司呢 采用套期进行风险管理 然后规避了 同存或供应价值变动风险 因此这个同存或供应价值下降 没有对预期毛利十万元 产生的福利影响 同时假公司 用供应价值套期款 几家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 供应价的变动呢 它是进入到了相同的 快期间的损益 消除了因为风险管理活动 可能导致损益的波动 这教材呢 举了这么一个例题 我们要求呢 在客厦呢 要自己单独呢 还能做一遍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第24号准则 这就是关于套期管理应价指南 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也是关于呢 供应价是矿期的 2016年的11号假公司 是以每股50元的价格 购入以公司股票 一共是2万股 占以公司有别的股份呢 百十三 而且选择呢 将其指令为以供应价值伎量 取其变动呢 就有其他综合收益的 非交易性权以控制投资 为了避免这个股票价格下跌的风险 因为它是属于已确认资产 已经持有的这一项投资 最为担心的就是这个股票 在未来 比如说我们在出售的时候 它的供应价值呢 可能是下跌的 虽然为了规避呢 这个股票下跌的风险 那么假公司 以套模16年12月31号 是签订了一个股票远期合同 约定了 将于套模18年的12月31号 它是以固定的价格每股65元 出售给 出售其所持有的已公司股票 一共是2万元 套模16年的12月31日 只有股票远期合同的 供应价值呢 是0 套模18年的12月31日 假公司是旅行远期合同 出售了已公司股票 然后不考虑了其他因素 假公司购入已公司股票 和股票远期合同的 供应价值呢 如下跌所示 套模16年的12月31号 每股价格呢 是65 一共是买了2万股 所以呢 65乘以2万 所以股票的供应价值呢 是130万 在套模16年的12月31日 根据呢 所给的抢戒 股票远期合同的 供应价值呢 是0 套模17年的12月31号 每股价值呢 是60 2万股 20 这个2万股乘以60 那就是120万 远期合同的供应价值呢 是10万 一次条件 奥模18年的12月31号 每股价格是57 一共是2万股 那就是57乘以2万 计算结果呢 是114万 远期合同供应价值 是16万 那首先呢 先对套期的有效性呢 来进行分析 刚才已经说了 套期是否有效 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第一点 是否存在经济关系 第二点 吸用风险是不占主导地位 吸用风险不占主导地位 第三点 套期比例 有没有反映套期的实际数量 是反映了实际的数量 随着三个条件呢 同时满足 结论就是 符合套期 有效性的邀请 当然这里边呢 还是提醒各位 那我在主观题里边 他会要求我们 先做出了一个判断说明 然后再进行呢 先让账务处理 账务处理 编块的菲洛玛什么借贷 快立科目金额 然后最难的是 刚才我们讲的 套期有效性 需要同时满足 三个条件的记忆 你需要花时间了 来进行背诵 那今天是符合套期 有效性的要求 我们才能继续往下进行 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相关的账务处理 套期 2016年的1月1日 确认购入已公司股票 购入已公司股票 资料里边 已经明确的告诉你 是把它指定为 以供应价而计量 且其变道 进入当期 进入其他综合税 有的非交易性 权益供给投资 所以是借记 其他权益供给投资 代替银行存款 因为套期一量 至于它的时间 它是在二末一六年的 12月31号 才进行套期的 但是取得这个股票 是在二末一六年的 1月1号 取得时还没有 进行套期的 所以我们是借记 其他权益供给投资 代行存款 金额的就100万 二末一六年的 是二月31日 确认已公司股票的 供应价值变动 根据所有给的条件 二末一六年 是二月31号 股票的供应价值 一共是130万 成本是100万 所以供应价值上升30万 我们编程会计分录 又借记其他权益供给投资 代行其他综合 所以供应价值变动 金额是30万 130-100万 那我在二末一六年 12月31号 对于这个已确认的资产 我们进行套期 属于供应价值套期 那供应价值套期的情况下 我们前面讲过 是要改变了 它的体量属性 实际上也是以 供应价值来经济量 那就把这个 其他权益供应投资的 赵明硕转到哪里面去 转到的被套期项 当然在二末一六年 12月31号 根据所给条件 远期合同的供应价值是0 所以就不效的 进行账用处理 那时间来到了 二末一七年的 12月31号 那首先是确认 套期工具的 供应价值变动 二末一六年 远期合同的供应价值 几下是0 根据所给的条件 二末一七年 12月31号 套期工具的 供应价值是10万 那调增10万就是了 所以二末一七年的 12月31号 我们是借记套期工具 但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 说带套期损益行吗 不行 因为你是针对 非 就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来进行套期的 所以这个金额 是不能进入到套期损益 而带记的 其他综合税 这一点需要注意的 金额倒可容易确定 算是以至长期 然后我们再确认 被套期项目 供应价值变动 当然这个变动 也是要记录到了 它本身也是记录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 因为根据所给的条件 二末一六年是130万 二末一七年是120万 那供应价值怎么样 它是下降了10万 那做调检就行 所以我们在进行 账户处理的时候 那就代记了 被套期项目10万 然后借记了 其他综合收益的10万 二末一八年的12月31日 确认套期工具的 供应价值变动 还是根据所给的条件 二末一八年 三月31号 远期合同供应价值是16万 上一资产负债表是10万 我再调增6万不就行了 但是针对被套期项目 二末一八年 三月31号 它的供应价值是114 二末一七年是多少呢 是120 那有需要调检多少呢 需要调检6万 所以它都是金额相等 但是怎么样 棒相反 所以这个变动呢 全部都是属于有效部分 没有无效部分 那有特别说 那如果有无效的部分呢 那你比如说 这个不是114万 那你比如说 它是100万呢 那无效的部分 我们前面讲过 无效部分是要进入当期 随意里面去 到这里边呢 肯定是要进入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 无效的部分 要注意呢 它的相关处理 所以呢 在二末一八年 那是二三十一号 确认套期工具的 公允价值变动 那又借记呢 套期工具 代记呢 其他综合收益 调增6万 但是被套期项目的 公允价值呢 它是下降的 所以呢 要代记呢 被套期项目 然后借记呢 其他综合收益 然后根据呢 以致条件 旅行呢 远期合同 出售呢 一公司五票 那么借银行存款 是130 把被套期项目 套期工具呢 全部给它冲掉 代记呢 被套期项目 代记呢 套期工具 当然我们还需要做 最后一步 就是把进入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 要给它转出去 如何来进行解转 当然是 进入到的 留存收益 这一点呢 我们再学习 本章的第四节呢 是讲过的 你不能给它转到 损益里边去 只能进入到了 权益里边去 所以我们是 乘益的10% 进入到人工具 乘益90%呢 我们是进入到 利润分配的 为分配利润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现金流量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的目的 实际上我们前面讲 套期 快记的基本原理 的时候讲过 套期 这个现金流量套期 它的基本原理是 就是把这个套期 工具的供应价值变动 或者叫现金流量储备 我们先给它 暂计到的 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期间呢 再转到 损益里边去 所以呢 现金流量套期的目的 是要套期工具 产生的利润水石 不是直接进入 当期存益的 我们先给它 暂计到的 其他综合收益 然后是 递延至 被套期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影响损益的 同一期间 或者是呢 多个期间 我们学校 关于现金流量套期 套期工具 产生利的损失 应该怎么进行处理 一定要注意它背后的原理 对于现金流量套期 套期工具产生的利的损失 如果是属于 有效套期的 我们是作为 现金流量 套期储备 是进入到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 你不能直接 进入到当期存益 我们是 延迟确认的 那么每期 进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 现金流量 套期储备的金额 那应当为 当期现金流量 套期储备的 变动者 这个概念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刚才我讲 这句话 你是必须要背诵的 说为什么 进入到其他 综合收益 我们前面讲过 套期 跨期的一个 背后的原理 那如果是 套期无效的部分 套期无效的部分 我们是 进入到当期损益 也就是扣除 进入其他 综合收益后的 其他利益 或者损失 关于现金流量 套期储备金额 怎么进行确定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现金流量 套期储备的金额 怎么确定 就是你进入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怎么计算的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我们是根据两者 绝对值的较低者 套期工具 自套期开始日 累计利得损失 被套期项目 自套期开始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限制的累计变动额 我们是根据两个金额 绝对值的一个较低者 来作为现金流量 套期储备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两个金额的差额 称之为什么 这两者金额的差额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套期的无效部分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我们看一下 相应的账户处理 被套期项目 如果是预期交易 而且这个预期交易 使企业随后确定一项 非金融资产 或者是非金融负债的 或者是非金融资产 非金融负债的预期交易 形成一项 适用于公允价值 套期跨计的 确定承诺时 那么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应当将在其他 综合制度中所确认的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给它转出去 当然转出的目的 是要调整这个资产 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对于其他现金流量套期 在被套期的 预期现金流量 影响损益的相同期间 我们需要把这个 进入到其他综合 收益的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要给它转出去 要进入到了当期损益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这个被套期项目 利得损失 已经进入损益的 所以我们原先暂计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么在当期 要给它转到损益里面去 也就是说把这个利得损失 要进到的相同的快期间 那如果在其他 中国设计中确认的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是一项损失 而且这个损失全部或部分 预计在未来快期期间 不能弥补的 那么企业应当在 预计不能弥补时 把这个预计不能弥补的部分 给它转出去 就到了当期损益 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中止运用套期快据时 关于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又该怎么进行处理 中止运用套期快据时 如果被套期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仍然会发生的 或者是被套期的 未来现金流量预计 预期不在即可能发生 但是可能预期仍然会发生 那么在预期仍然会发生时 那么累计现金流量 套期储备的金额 应当给它保留 也就是说 还是在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科目里面 不需要做准处 那如果是被套期的 未来现金流量预期不再发生 不再发生 又把这个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也就是我们进入到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 给它转出去 进入到的当期存益 针对现金流量套期 我们看教材举的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共同阅读一下 所给的相关资料 阿姆17年的月1号价公司 预期在阿姆17年的2月28日 销售一批商品 它只是说预期销售 那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述的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那针对了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我们来进行套期 它肯定不属于供应价值套期 而只能属于现金流量套期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首先需要判断一下 这个套期它的类别 到底是供应价值套期 还是现金流量套期 当然如果你这个判断 出现失误的情况下 那你后续的账户处理 就不可能正确 因为供应价值套期 它是改变被套期项目的 进场属性 而针对现金流量套期 它只不过是延迟确认损益 所以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项交易 它是属于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因为甲公司未来 需要在阿姆17年的2月28日 需要销售一笔商品 它只是一个预期交易 连合同都没签订 所以甲公司是比较担心 在阿姆17年的2月28日 如果销售商品 它比较担心的是一个 商品价格的下限 就担心这个商品的价格下跌 数量是100吨 预期售价是110万元 为了规避 该预期销售 与商品价格有关的 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当这里边是有所提示 那资料里边如果不提示你 你也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它是属于现金流量套期 甲公司以阿姆17年的1月1日 是与某金融机构 是签订了一项商品期望合同 而且降级指令为 对该预期商品销售的套期工具 被套期项目是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而这个套期工具呢 就是这个商品期货合约 商品期货合同的标的资产 与被套期预计销售商品 在数量至次价格变动 和产地等方便是相同的 并且商品期货合同的结算日 和预期商品销售日 均是阿姆17年的2月28日 阿姆17年的1月1日 商品期货合同的供应价值是零 阿姆17年的1月31日 商品期货合同 供应价值上涨了2万5 预期的商品的销售价格 它是下降了2万5千元 及格相等方向相反 价值可以实现对冲 那有同学说 那如果下降了不是2万5 下降了是1万5怎么办呢 那你这个2万5和1万5 中间是不是有一差额 那差额就进损益就行了 就是 比如说这个如果这个2万下降了 是2万5千元 2万5下降了1万5千元 2万5和1万5中间有一个差额 1万 差额这个1万是属于套期五项部分 套期五项部分是要既有当期存益的 当然这里面是没有套期五项的 因为它是价格金额相等 就或者价值相等 只是说方向相反而已 在阿姆17年的2月28日 商品期货合同的供应价值是上涨了1万 商品的销售价格是下降了1万 那也是金额相等方向相反 没有套期五项部分 还是那句话 那如果说商品价格是下降了8千 那中间是不是有两 上涨了1万和下降8千 中间是不是有一差额 这个差额2千 就是属于套期五项部分 套期五项部分 我们是要尽当期存益的 那么当日甲公司 这样商品给它出售了 就在阿姆17年的2月28日 而且又结清了商品期货合同 甲公司认为 这个期货 这个套期 它是符合套期的有效性条件 而且又假定的 不考虑一些相关的税费等等 不考虑的贴货市场没日 无负债解算制度的影响 这些的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今天是符合套期有效性 那甲公司的 可以对该业务的 进行相当账务处理 我看甲公司相关的账务处理 因为是属于现金流量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 是不改变被套期项目的经常属性 我们仅仅是把套期工具 那么在持有期间 形成利得损失 或者叫现金流量套期 储备这一部分 先给它暂计到的 其它综合收益 那么17年的1月1日 根据所有给的条件 这个套期工具 就期货和约 它的公寓价值是理 所以甲公司 是不做账务处理的 这一句话 你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考虑 但是需要编制 指定为等 因为它是符合有效性要求 那么我们再看 二毛17年的1月31日 是要确认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实际上就是套期工具 那么它的公寓价值 是上涨了25,000元 而且预计商品价格下降25,000元 所以这个25,000元 全部都是有效的 先给它暂计到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就借记套期工具 代记其他综合收益 金额是2万元 二毛17年的2月28日 确认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确认金额依然是1万元 刚才已经做了分析 没有无效的部分 全部都是有效的部分 因为是商品期货合同 它是上涨了1万 所以还是借记套期工具 代记其他综合收益 这里边又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套期工具 自套期开始的累计利得 或者是损失 然后与备套期项目 自套期开始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制的 累计变动额 它是一致 所以应该把这个套期工具 供应价值变动 全部都作为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进入到的其他综合收益 如果有无效的部分 就是金额或者价值 它是不相等 差额这一部分 进次亿 就不要再作为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在二某七年的二月二十八日 把这个商品呢 销售出去 那又借记呢 应收账款或者是银行存款 带记呢 主营业务收入 一共是106万5千 因为在二某一七年的 一月一号 预计售价呢 是110万 110万根据所给条件 1月31日下降了两万五 2月28日又下降了一万 一共是下降了三万五千元 所以呢 110万减去三万五千元 那么计算结果呢 那就是106万五千 所以呢 是借应收账款带主业务收入 106万五千 然后我们再结算呢 商品期货合同 商品期货合同 供应价值 原来增长的是两五千 2月28日又增长了一万 所以一共是三五千元 所以借银行存款 带记呢 套期工具 但是最后一步 你可千万别忘了 大纪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现金的套期储备的部分 要给它转出来 然后转出之后呢 我们是要调整 主业务收入的 所以我们是借记呢 其他综合收益 待记主业务收入 实际上在这个时点上 就是在阿某 17年2月28日 它有非常多的出题点 比如说 应当确认收的金额是多少 可以上来进行提问 或者是 在这个时点上 应当确认 对损益的影响金额是多少 就是考试的时候 它可以出一些客观题 让你计算了 一些相当的指标 但是前提条件是 快捷分路呢 你先给它掌握 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境外经营 境投资套期 这一部分内容呢 就不是特别重要了 因为境外经营 境投资套期 前面说了 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呢 是按照 类似于现金流量 套期 快捷的规定的 来进行处理 比如说 有效套期的部分 我们是先给它 暂计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随后呢 我们再给它 准处进入到 当期损益 原理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针对的 套期无效的部分 我们是进入 当期损益的 比如说进入到 公允价值 编断损益 所以这一话呢 实际上就引出了 关于境外经营 境投资套期 如何来进行处理 和我们刚才讲的 现金流量套期 一些相关内容 可以放到一起 比较掌握 那考试的数 不会考境外经营 境投资套期的 具体的快捷处理 但是呢 快捷处理的规定 它是可以作为 选择体的选项 所以这个表格呢 个人建议呢 还是要最好 给它背诵下 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这一节里边的 最后一个指点 信用风险敞口的 公允价值选择体 当然这个指点呢 就不重要了 所以这个指点呢 我们就简单说一下 我们直接看结论呢 就可以 就是使用 信用衍生工具 对信用风险敞口 进行套期的企业 按照呢 前面的一些相规定 是没有办法 使用的套期快计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修订后的 套期快计呢 允许企业呢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其 信用风险管理活动 也就是企业呢 他可以选择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呢 进入当期损益的方式 来计量 被套期风险敞口的方法 替代的套期快计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 去用风险敞口的 公允价值选择前 我们教材呢 还有其他内容 当然个人建议呢 就是 作为了解的内容 考完试之后呢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这一部分呢 不会出现什么出题点 第七节 金融工具的披露 教材收入内容很多 当然这一部分呢 在英国年度呢 从来也没考过 关于第七节 涉及到的一些名词 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 比如说什么叫利率风险 什么叫稀有风险 那么内容呢 都是出自第七节 其他内容呢 我们在 北班次呢 就不再讲解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把第十三章 金融工具呢 就全部讲解完毕 金融工具 是属于一个大仗 内容非常多 因为它涉及到 四项具体快速准则 而且又涉及到 一项规定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述的 永续在快速处理的 相关规定 所以呢 是四个准则 一个规定 内容非常多 那么下面呢 按照 以往 我们先对 本章作为小节 当然做小节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按照 教材的那个编写顺序 说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我们先说一下 金融资产部分 对于金融资产部分 我们在进行负集的时候 首先是关于金融资产的分类 这个分类呢 是包括两项内容 一项叫初始分类 一项叫酬分类 初始分类 可以仗来说 每年必考 当然初始分类 我可以把金融资产 初始分类为几类 像我们前面在讲述 也就是第二节的时候 我们讲过金融资产 初始分类角色数 那个角色数 是一定要被送的 你要理解什么叫分类为 什么叫指定为 含义不一样的 后续的处理也不一样 当然在进行初始分类的时候 需要经过两个测试 一个叫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测试 一个叫业务模式测试 业务模式测试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难点就是现金流量测试 而且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又增加了一些指南上的内容 比如说合同挂钩工具 因为这个支店在2020年 是考了一个综合题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 影响合同协议流量测试的 一些指南上所规定的内容 比如说合同的展机 或者是提前还款权 会不会影响 或者是它能否通过 合同协议流量特征测试 所以这一部分 它实际上是 我们这一章的一个难点 2021年 它依然还会卷土重来 所以初始分类 你是必须要掌握的 因为它涉及到确认的问题 本来分类为 贪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结果你给它分类为 供应价值计量金融资产 那整个后面的 什么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包括期贸计量就全错了 所以2021年关于金融资产 2021年关于金融资产 初始分类 它一定会出考点 我们再说一下重分类 金融资产重分类 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提条件 当企业改变 管理该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时 那就必须要对 这个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 比如说原来是业务模式一 现在改为业务模式二 那就是贪应成本 竟然金融资产 当重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量 且去变动 就有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所以根据它的前提 来决定它的分类 当然账务处理 是少不了的 所以分类是必须要掌握 我们再说一下计量的问题 那么金融资产的计量 就包括了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还有期末计量 那么初始计量 一定要注意交易费用的处理 比如说分类 因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去变动 就有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为了取得这样的金融资产 你所发生的一些交易费用 是不能进入到它的取得成本 而应当在发生时 直接就有当期损益 所以交易费用是必须要掌握的 那么对于初始计量 会涉及到取得成本的计算 比如说取得以贪应成本 计量的金融资产 取得以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取得成本是多少 可能会出一些 比如说简单的计算行动大量选择体 那么还有 关于初始计量 企业快准则第二二准则 一些初始计量的快准则的规定 你必须要掌握 你考试的时候 一些快准则 直接作为选择体的选项 当然会计费路的编制 可以参照一下我们课件 或者是教材的所举的立体 我们再说一下后续计量 对于后续计量掌握 快计处理的准则规定 而且在后续计量的时候 通常会考一些指贲的计算 比如说以贪资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我们可能需要你来计算一下 比如说债权投资 期末贪资成本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本期发生额 期末余的计算 再比如说贪资成本 利息收的计算 那如果是针对非内威以供应价值计量 起其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他可能会问你 比如说本期因为该项金融资产 比如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 对所有的权益的影响金额 他会这样来出题 那个要求我们对于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快递处理的要求要掌握得非常熟练 你不能在考试的时候 现象又来不及了 那么针对期末计量 因为根据第二十二准则的规定 金融工具的减值 期末计量实际有减值的问题 一定要注意这个减值 它的适用范围 那么游写金融资产 就是游写不属于金融资产的部分 它游写也是要适用 第二十二准则的规定 来具体的相当减值 最突出表现的就是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 它不是金融资产 但是它和应收账款 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合同资产的减值 它也是适用的 预期性损失模型 所以这个减值的适用范围 我们在课件里面 给大家做了一个归纳总结 比如说什么样的资产 按照什么样的准则 来具体的相当减值 再说一下 具体减值的方法 那么具体减值的方法 根据的第二二准则的规定 一共是包括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 一般减值模型 可以把它称之为三阶段模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它的特征是什么 然后还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利息收入 这个利息收入的计算 我到底是根据 期初穿成本 乘以的实际利率 我还是根据 期初章本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那除了三阶段模型 一般减值模型之外 还有特定的方法 那么还有简化的方法 特别是针对应收款项 租利应收款 一定要注意 它的减值方法 那么它的适用情形 有些人可能比较担心 关于金融资产减值 考试的时候 会不会存在减值的计算 当然就近几年考试来说 一般的都是作为 已知条件 比如说本期应当 计题多少减值损失 会作为已知条件的 那么关于解化处理的方法 我们实际上采用的是 减值矩正 而减值矩正 我们教材根本就没有举例 所以重点是要掌握一下 准则利写相规定了 就可以 那么针对金融资产的处置 金融资产处置 一定要具在满足 终止缺验条件的情况下 可能会要求你来计算 因为处置这项金融资产 比如对当期损益的一项金额 对所有权益的一项金额 特别是针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我们在处置时 要求你来计算 对所有权益的一项金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金融资产这个值点 实际上它的出题点 是非常非常多 那么要求我们在学习 背考的时候 学习要非常的细致 我们再说一下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 首先第一个出题点 也算是一个长考点 就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当然这一部分 是站在发行方的角度 金融资产的 我们说的是投资方 那么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 到底是作为金融负债 还是权益成分 这个是可以出客观题的 这这个2021年 我们在复习备考 专业阶段会计科目的时候 实际上还有一个难点 当然我们后面再讲到 第16章所有权益的时候 也会碰到的 就是关于嵌入衍生工具 嵌入衍生工具 我到底要不要分拆 因为它会影响了 后续的计量问题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难点 是可以做一个主观题 来进行出题的 那么关于金融负债 首先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是一道结块准则 第三十七号准则 金融工具列报 关于金融负债的计量 一个是初始计量 一个是后续计量 初始计量 主要是以交易费用的处理 比如说是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及变动进入 当期所益的金融负债 结合费用是要进入 当期所益的 那么后续计量 要注意相关的 快据准则的规定 而且还要注意一些 相关指标的计算 比如说贪用成本的计算 还有的利息费用的计算 因为这一部分 它会结合固定资产 会结合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借款费用准则 它是可以出计算分析题的 那么针对复合金融工具 你要特别关注 比如说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的账用处理 比如说我们是先分拆 负债成分 然后再确定了权益成分 那负债成分怎么进行确定 比如说当持有人 他行使转换权的时候 那又该怎么进行处理 所以呢 关于复合金融工具 重点关注的是 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的账用处理 那就是发行时怎么处理 然后发行期间怎么处理 持有人行使转换权 又该怎么进行处理 那么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在学习 负债章节 所有权益章节的时候 也会碰到的可转战 那么针对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呢 实际上之间呢 还是存在一个重分类的 当然这个重分类的章处理呢 我们后面再讲到 第16章所有权益的时候呢 我们再做具体的讲解 当然我们第13章呢 也有设计到分类的 但是呢 就写得很简单 具体的账用处理呢 是在第16章 注意呢 和第16章的这么一个结合 一万年度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考金融资产是最多的 就是考投资方的账用处理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备考2021年 中业阶段的时候 金融负债 就是我们讲金融工具的发行方 它是可以构建了主关题的 所以呢 还是有所 就是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实际上就同等重要 以前都是考投资方的处理 考这个发行方很少 实际上金融负债 或者是全域工具 发行方 是可以出主关题 对于金融资产转移 结块准则第23号准则 金融资产转移 结合一万年度的考试情况 是属于一般重要的这么一个质点 学习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 首先是关于终止确认的一般原则 一般原则一共就有两个条件 满足任何一个条件 该金融资产应当终止确认 当然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也讲述了结块准则第22号准则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也有两项规定 涉及到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比如说合同的实质性修改 再比如说合销 那都涉及到终止确认 要注意它的表述 这一部分是可以放到一起 来出客观题 那么针对终止确认的判断流程 就是金融资产终止确认判断流程 一共是9个步骤 那么9个步骤一定要注意 要能够在客家 拿一张白纸自己可以试着画一下 这个9个步骤能否给它画出来 当然有些内容很重要 比如说第一步骤 我们要确定终止确认的 这个报表层面 到底是个别报表层面 还是合并操报表 它可能会结合和报表来出题的 当然最难的就是关于过手测试 那如果说没有转移收取 金融资产新流量的活动权利 我们需要进行过手测试 如果三个条件里面 不能满足任何一个条件 比如说不垫付 不延迟 不挪用 这一共是三原则 或者三个条件 那如果只要有一个条件没有满足 那你这个过手的 安排的就过不去 那你只能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 那如果能够通过过手测试 我们再进行风险报酬测试 那如果既没有转移 也没有保留 以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 我们需要再进行继续控制测试 所以终止确认的判断流程 实际上最难的是过手测试 风险报酬测试 还有控制测试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的多 我们再说一下关于跨率处理 当然金融资产转移内容很多 教材在编写的时候 特别是针对第三项 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跨率处理 我们教材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通过提供担保 对被转移的金融资产的继续涉入 那既然教材是收了这一部分 与担保活动相关的继续涉入 那么考试的时候 它是可能出现在主关题中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在基础班次 我们是要求掌握的要非常的全面 所以不管是满足终止确认的跨率处理 还是继续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的跨率处理 还是第三项那种 我们都是要求准则的规定 至少教材收了这一部分 你是要掌握的 甚至关于金融资产转移 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 需要关注的要点 我们再说一下 企业贯要准则第24号准则套期换期 当然也是我们这一章里边的 第六节的相关内容 那首先就是公允价值套期 因为一共是包括公允价值套期 先流量套期 还有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公允价值套期 首先就是教材举的例子 因为重要所以举例 如果这个支点不重要 教材肯定不会给你举例的 所以个人建议 哪些是属于现金流量套期 哪些是属于公允价值套期 你一定要给它掌握了 你不然你这个套期的类别 你都给它分错了 那你后边的快力处理 就不可能正确 关于公允价值套期 还要掌握一下 被套期项目内容 因为这一部分 在2018年是考一个东西选择题 是送分题 以往年度考过了 那以后年度还可能再考一次 有时候历史它会重演 关于公允价值套期 要注意了它的快力处理 公允价值套期 我们一共是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教材的例子 一个我们是根据的24号准则 就是套期快力用指南 我们根据指南上的一个例子 我们讲解了一下 对于公允价值套期 确认和计量 在没有掌握快据 准则的规定之前 你必须先理解 掌握了它背后的原理 公允价值套期 它的意思是 我们需要改变 被套期项目的计量属性 比如说原来是成本计量的 改变它的计量属性 就是以公允价值来进计量的 背后的原理搞清楚 那么快据处理项来说 就比较容易掌握 那么针对现金流浪套期 也是按照这个方法 来进行掌握了 比如说教材举的例子 哪些属于现金流浪套期 需要掌握 还有被套期项目的内容 包括哪些 以确认资产 以确认负债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那么这些是可以作为 被套期项目 那么确认和计量的前提挑衅是 要理解现金流浪套期 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现金流浪套期 那么它进行跨期处理的背后原理是 延迟确认 套期工具的利得损失 进入损益 就是把这个有效的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 现金流量的套期储备 先暂及到的其他综合收益 那随后再转注到损益 与这个被套期项目的利得损失 我们给它进入到的 统一快捷期间 减少了对利润波动的影响 随着里面会涉及到的 其他综合收益 先量套期的 我们教材是举了一个例子 那例子是必须要掌握的 我们再说一下关于套期工具 那套期工具要注意 哪些金流工具可以作为套期工具 所以我们前面讲述了 关于符合条件的套期工具 还需要熟悉一下对套期工具的指定 比如说整体指定 部分指定 还有按比例指定 但是按时间段指定 这个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汇总风险成果 作为一个被套期项目的 对提的进行套期都可以 在复习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的第四点 套期关系 这一部分实际上在2020年 是非常容易出客观题的 首先是运用套期跨地的条件 那其中就包括了最重要的 套期有效性 套期有效性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存在经济关系 信用风险 补债主导地位 还有一个套期比例 那么第二项就是 套期关系再平衡 什么叫套期关系再平衡 套期关系再平衡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第三个指点 关于套期关系终止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套期关系就终止 其实就不再采用了套期关系 当然这些内容考试所 不会是一条计算 依然还是表述性的内容 关于确认和计量的部份 有可能 就是它是可以出现在主观体中的 那如果出现在主观体中 它一定会结合 套期有效性的判断来出题 先让你做出判断说明 然后再进行账户处理 所以我们就说套期关系 这个指点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就把第13张 金融工地全部讲解完毕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